陆大人 陆大人 弟弟 有些话 今日不说 我怕日后没机会了 我第一次进宫的时候 就是在这里当值的 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居然能遇到你 后来你每次路过这儿 都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就好像梦一样 九龄能有今天 全与仗各位了 九龄 你恨我吗 父皇之死 你是帮凶 我怎么也没能想到 楚上把我安排在先皇身边 竟然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本来有机会能救下先皇的 一年之成 我没有出手 所以这几年间 你将错就错 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你 我把我这条命 还给你 人家 你真的不想到我去的 陆芸琪 我们了清了